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,主要内容是,baby的运仗,孙姨的运仗,孙丽的运仗,看到谢娜的,这才真实,小编提醒,请您点击右下角不不要订阅,添加小铃铛,霍思燕跟杜江结婚的时候,很多人都不是特别接受,因为男方比女方小了很多,两个人在事业上的差距也比较大,不过这么长的时间过去,很多人都觉得霍思燕嫁得人了, 现在已被宠成了公主的样子,霍思燕怀孕的时候,曾经公开露面,她穿了一条白色针织与尾裙,能够明显看得出来,孕期的霍思燕泡了很多,双下巴特别明显,脸型跟身形全都发生了变化,还是很辛苦了,孙姨之前是一位罗特,后来因为开戚而认识到了龚子健,谁能想到,两个人年纪轻轻居然就结婚了,还很快怀孕生了孩子, 孙姨本身的个子很高,在怀孕的时候,自己的肚子是特别明显的,但四肢依旧纤细,尤其是一双眉腿,少女感十足,这种宽大的T恤穿在身上,就跟18岁的少女一样,这个肚子不仔细看的话,还是不太明显的, 杨颖原本是一个小模特,也不是很有人气,还去日本发展过一段时间,后来杨颖来到了国内发展,还跟黄晓明谈起了恋爱,两个人结婚的时候,婚礼现场堪称是世纪场面了,请埋了大半个娱乐圈的人, 杨颖之前怀孕的时候,也是坚持工作的,她看起来状态不错,一套小香风套装很是淑女,肚子还是挺明显的,脸上的妆颅也很浓,哪怕怀孕了也要命连了,孙丽跟邓超结婚之后,就成为了娱乐圈的模范夫妻,这两年的事业发展也是非常好的, 孙丽生了两个孩子,现在的生活是比较舒适的状态,每天都过得十分充实,孙丽在怀孕的时候,也拍过写真照片,肚子从侧脸看真的很大,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,不过感觉除了肚子之外,四肢依旧是鲜血的,还是很好看的,谢娜在怀孕之后,就非常低调,而且也很注重保护自己的身体, 当时为了宣传自己的品牌,所以才公开露面的,那个时候的气温比较低,谢娜出席活动也比较低调,全程画着淡淡的妆容,整个人显得非常温柔,她选择用黑色的衣服嫌瘦,而且这种下摆宽松的衣服,还能追忆遮自己的肚子,包裹的非常严实,很多人都觉得,谢娜的这个状态,才是比较真实孕妇该有的样子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订阅,添加小铃铛不迷入